剩下的深圳也迎来了一场文化的盛世 那么本届文博会有哪些亮点呢 就跟我们一起到场馆找到答案吧 本届文博会有3596家政府组团 文化机构和企业线上线下参展 比上届增加194家 31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全部参展 文博会已连续14年实现全国政府组团满堂红 每年都会有10万多种文化产品 4000多个文化产业投融资项目 在文博会平台寻找合作 香港设计师黄敬设计的公益IP形象 爱心小飞象 也与深圳关爱行动惊喜联动 也为关爱行动和大家搭建起了沟通交流的平台 大家看到这个可爱的IP形象 就是由澳门本土设计师设计的 它的名字叫做直斗动画 想要聆听古人曼妙的琴声吗 在这里就可以一键入画梦回亚送 没空去山东滋博旅游不要紧 这部全国人民都爱的滋博烧烤 也来到了文博会 还有两个可爱的烧烤公仔 他们一个名字叫做美滋滋 一个叫做香伯伯 精美 它也是国家级的飞鱼 欢迎你去百岁富去我们新疆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新疆哈密 哈密瓜的家乡 我们的哈密瓜特别特别甜 特别特别的香 特别特别的水 特别好吃 一馆之内看尽万里风情 在文博会主会场 我们可以一站式纵览 全国各地丰富特色的文化资源 亲身感受大美中国 这一场盛会 我们不仅见到了五湖四海的朋友 更看到了大家 对于深圳和保安 未来发展的信心与期待